国产新型无人两栖战车获在台海发挥重要作用 大家好,我是小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珠海航展国产新型无人两栖战车经验亮相 大量先进设计首次得到应用 尽管地面装备的更新换来 相比海空装备往往比较缓慢 但是本届珠海航展中国军工地面战区仍交出了几份令人减亮的大权 美国战区网站发文称 南方工业集团推出的船型无人两栖战车引人注目 这款车的船型设计和四组三角式履带 能够极大提升沙滩和雪地上的运动能力 特别是在两栖作战,比如可能发生的台海冲动期间 这种采取无人设计可以大量部署的新型两栖作战车辆 无疑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美国媒体盛赞这款两栖战车 本质上其实是在暗风美国入京两栖部队装备发展的糟糕现状 美国曾是两栖作战领域的领跑者 二战期间,美军凭借着先进的两栖作战装备 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路拱到掠地 冷战期间,美国装备的AAV-7两栖战车 也被认为对现代两栖战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然而冷战胜利后,美国装备发展逐渐废持 原本计划2015年取代AAV-7的最强两栖战车EF-V 最终在2011年遗憾下马 然而第二代的替代者对标中国08式轮式战车的意大利造 超级AV轮式两栖战车 要到2030年才有可能大规模服役 与此同时,中国除了拥有两栖作战车的08式轮式战车 含有更优约的04和05式两栖装甲车族 两款战车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时 都具有每小时25公里以上的水上速度 以及不亚于美国EF-V下马项目的防护和活力水平 而最新亮相航展的新型三胶履带两栖战车 更是在总体设计和性能方面 实现了对国产两栖战车的跨带超应 全新的船型车体设计 可以上下伸缩而降低水下足力的四足三胶履带 意味着更强的水上航行速度和摊头的通行能力 尽管新款的两栖战车顶端上的武器 看似十分简单 只有一套光电探测系统 红外探测装置和反弹克导弹发射器 不过考虑到它作为无人作战平台的 侦查和消耗品属性 这种简易的配置 反而在作战效能和生产成本之间 形成了良好的平衡 使得为了中国在台海 耐至其他地区进行两栖作战 由大规模的无人两栖战车充当先锋 首先快速登到侦查敌情 消灭对方火力点 降低人员伤亡成为可能 并且作为通用无人两栖作战平台 适配安装更强的武器装备 其实并非难以实现的改进 因此在未来并不排除 我国会根据需求 开发出30毫米机炮板 耐至火力更强的无人支援战车 美军目前的AV7老爷车 耐至计划在2030年 才能大批装备到意大利制造超级AV 不是总体设计老旧 就是设计创新和专用性不足 皆难以胜任高烈度的两栖登陆作战 因此也不难理解 美国媒体会对中国的新型无人两栖战车着迷 毕竟采取全新设计的船型两栖战车 还拥有四足通过能力极强的三角履带 甚至是不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无人机设计 这不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希望获得的两栖战车吗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